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孙姐,欢迎来到孙姐开奖 今天呢,来到了一个验车 验车中心,根本不,就是数量根本不够 供给不足,所以现在越南政府就 开发了一款APP,就是你在这个APP上面登记 看什么时候呢,来验车 但这个验车呢,通常要一个月,两个月或三个月之后 像我呢,就是四月到期 然后呢,到期的时候,到期之前呢,我就去办 要去验车,结果发现呢,我原本的这个验车呢 都已经,验车的单位都已经关门了 然后呢,所以就是只能去别家 去别家的话,根本就是要预约,要三个月之后 所以我的这个车子呢,就在这三个月当中 如果被公安抓到的话,就会被罚款 所以是很惨的一个状况 这边有很多的车子就排队着要准备来验车 然后左边的话是它的这个验车的办公室 那首先你要在APP上面先登记 那等到轮到你的时候呢,你就把你的车子的行照 跟这个上市验车的这个登记呢,带到这里来 然后呢,要跟他拿号码牌,等候叫号 所以我大概下午1点20分来到 现在还没验,这我的车 现在还在验 所以等到,可能待会等到换我的时候 换我的车验好,再去收费 然后再等贴那个新的验车的牌照 可能就要一整个下午就不见了 所以如果在胡志明市或在河内 有车的这个,有在越南有车的朋友 最好要看一下您的这个 什么时候到期,验车什么时候到期 然后呢,要记得去 要记得在APP上面 在到期前三个月要先去登记 这样才来得及 要记得到